第三章塑造 先介紹一下這個100年流程統設 如果有時間那麼乾 沒有關係 趕快 你用這種看一些考驗 尤其是最新的 林巴克版的最新的 印象工作中 題目跟你印象 可以跟你講 比較重要的地方可以想到 好 第八題的話 他在考你什麼 一百年流程 他把這個離心製造塔 特別拉出來好 表示離心製造塔 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好吧 我們下面講重點 就想把它抄起來 題目說啊 下面何者正確 離心製造塔 因為離心力重用 故意之一 對 金屬權重能力加 對 為什麼他離心的關係 你有離心力知道嗎 你比如說洗衣機 洗衣機有沒有 在旋轉 洗衣機的衣服就沾在沿上 水就甩出去 金屬也是這樣子 甩到外面 扎扎臉在中間 舔空的離家 四等 並 真離心製造塔 離心製造塔 百分 我分真離心 半離心 還有離心 是的 而且 等一下我們再跟著講重點 真離心製造塔 不需要殺心 就可以地 搖像空著建 是的 離心製造塔 生理心就是真正空心 真正的東西 他不需要殺心 殺心就是一種的鑄造中部部分的東西 叫殺心 等一下你可以講 殺心又叫心情又叫內我 你現在可以講可以洗 把牽起來 不知道的同學現在洗 殺心又叫心情又叫內我 是的 三種理心鑄造法 唯一非常確定的 就是真理心鑄造法 他是可以得到 中空組織法 中空圈起來 B就一樣 B是對人 B是正確 再來 辦理心鑄造法 把這個辦圈起來 他說我們辦應用語 不對稱 逐漸的鑄造 OK 你把不對稱圈起來 理心鑄造法 都要對稱 再加一次 理心鑄造法都要對稱 對稱 就像你洗衣機 你放衣服進去洗衣服 是不是要擺得對稱 你有沒有曾經試過 洗衣機脫水 如果衣服買到 對稱會怎麼樣 旋轉會震動 有沒有看過 我們家的洗衣機 就曾經發生過 你自己想想看 脫水機 爆發的對稱 就會這樣 所以 離心鑄造法 不管是什麼離心啊 都會專門坐在不對稱附件 所以 我建議 可以把這個寫下來 斑離心鑄造 還應用於 實心對稱附件 來 把實心對稱附件圈起來 不 有的同學看到這個 就有概念 真理心鑄造法的真 就代表真正空心 對不對 這個真 旁邊寫一下 就是真正空心 那為什麼它叫萬理心鑄造法 這名字從哪裡來 為什麼它叫萬 因為真正的是空心 你一半就是假的 你沒有空心 所以它叫做實心對稱附件 它是實心的 哦 那再來 離心鑄造法 應用於不對稱的附件 哦 是的 這個第三種很特殊 它會用在不對稱的附件 所以總共有三種 哦 第一種叫真離心 第二種叫半離心 第三種叫離心式 或者離心加壓鑄造法 嗯 這個總共這三種 我們看客人 第幾天 把這個細節 把它說得更清楚 來 可以做一個統整 好的 請你打看客人 再翻到一百一十四月 嗯 這裡再講離心膜鑄造法 離心膜鑄造法 離心膜鑄造法 就是離心鑄造法 你把那個膜 加一個礦法 嗯 什麼是離心鑄造法 跟融融的基礎 注入旋轉和注膜內 請你把旋轉捲起來 你用離心膜作用 離心膜作用 捲起來 注出管裝或輻射式的鑄件 如圖三至六十三 等一下給你看 這個離心膜鑄造法 把落教的心膜造法 優點是什麼 第一個 畫起來 那個基礎先掏出去 哦 兩面機械 吸引人家 吸引血 圈起來 這代表它的精度 細枝 好 再來 兩方跟雜旗 把它圈起來 它會記憶 都在注射的中間 最後做完 我們可以把它加工 把它養 哦 可以加工出去 所以你把它養 好 那個雜質 會在中間 沒有 不需傷心 就可以直接得到中間鑄件 這一個 是鑽尺 真理心鑄造法 你這個還沒信 鑽 真理心鑄造 真理心 這個可以得到中間鑄件的 是 真理心鑄造 好吧 那你說剛才 有第三種 你心是鴨鴨的那一種 那個是不會正的 我們可以叫你兵器嗎 第三種那個 可以是中工 也可以是不中工 第三種比較急手 特殊 等一下 我們看例子就比較有感覺了 再來 由於 離心地 作用 基礎結封能力 將 濕的 體重 比較不有氣口 哦 再來 另外 尺寸進卻 來這個第四個重要 達一個 五顆星 尺寸進卻 適合大量生產 大量生產 缺點 缺點 缺點的時候 缺點用在不對側的 注射 注射 你如果一個東西 不對稱的話 不太容易用這個來做 這樣知道嗎 哦 你就算是第三種 還要看 還要挑 好 再來 第三個 不適合千金孔 鋁鎂合金 對 容易產生 磁重偏襲 因為它是合金啊 兩個是混種的 所以因為你心裡的作用 可能會造成 磁重偏襲 像鋁鎂合金 你在哪裡 比較容易看得到 筆電的外頭 筆電的外頭 就是鋁鎂合金 這種一般 我們都會用鋸造 製造團之後 然後再說到 蝦加坡一些 濾光 激進度才會比較 嚯 旅美和金 如果你常常 可以看 Samantha 還有一個 大家都有一些概念 這個 因為現在 這個是 筆希th 像是太多的女美尤其是女模模式考試都必定的重點 好嗎 好 再來 這個就是 離析出造的 有沒有看到 喔 他這裡面先跟這個脫模器 技術力幫助膜 然後怎麼樣 旋轉 這個就是這個 算側身子的嗎 所以離析力就比較重心 離析力如果 如果要在關係 離析力度成在 F B A M再乘上 R 或是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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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駐鑑的形狀不同 把形狀不同圈起來 依照駐鑑的形狀來分三種 把來三種 我先給你看這個 先不要講到兩面 不知道這個理性駐造法 跟別的那種什麼沙摩駐造法 最基本的很大打扣 就是它沒有膠頭爆頭的系統 你先再寫一下 無膠頭冒頭 膠就是膠花的膠 冒就是冒泡 你的冒泡 膠頭冒頭系統 是這個 我給你看一下什麼是膠頭冒頭 這個給你看 流露系統 所以你要看這邊 這裡 這裡 我們之前 有說這裡 有沒有 就有膠齒 對不對 你沒有膠頭 你沒有冒頭 發噴發噴頭 這有點上膠下踩 這個東西 你對方 線 離心 鑄造法 有的這些東西 沒有耶 沒有耶 對不對 你看 你看 有沒有 它有個冒頭 這個是上大下下 下握頭 對不對 從這裡膠齒到先去 所以我說的膠頭膠就是這個膠頭 理性製造旁邊有膠頭帽 還有膠頭系統也沒有帽頭系統 你先把這個地方寫上去 好吧 重要的我才這樣子寫 平常台灣地圖都講 看圖有一些概念 融合金屬膠下來 這叫塑膠道 來到塑膠道的地圖 紅色的地方 流到金屬藝 灌進來 這個就是塑膠流進來 充滿這些 慢慢游下往上 這個真棒 紅色專門來觀察 金屬藝會熱脹很縮 有時候縮起來 讓我們看 金屬藝不夠了 我們就從這個地方在家裡 那我就是可以觀察 甚至有一些 抬氣啊 抬扎 我會做這個地方抬出來 到時候我會有多硬化 那我會說整個上翻下來 好重這邊切嗎 比較好切 這還用的地方 大概四分 那講這個東西就是在講跟你講 我剛才那一句話 然後接下來 沒有膠頭系統 沒有往後系統 來 我們趕快回到你吸塑造法這邊 來 好 趕快講 那我們就是這個全面的呼吸 好 來 真理吸塑造法 你一個真 來 真正空心寫上去 真不代表真正空心 在旁邊寫 真正空心 保證是空心 它還分了兩種氣氛下去 有水瓶式的 有垂直式的 第一個先介紹水瓶式的 像這個東西水瓶 所以做的東西 剛才說過 是中空對稱 對不對 什麼東西常常的中空對稱 場管的鑄造 先把場管圈起來 上面寫四個字 中空對稱 最常有的就是 這來水瓶式使用的 常鑄鐵管 有時候修馬路 買東西 就是買的東西 常鑄鐵管 重大的東西 鑄鐵做的 就是用這種 水瓶式真理吸塑造法製作 OK 好 你家的東西越多 鑄鐵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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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好不好 這叫做水瓶式的 還有一種 垂直式的 垂直式的 它就會比較短一點 因為 那好像水瓶式的 地這麼大 海這麼低 它做的一種比較短 來鑄鐵管 鑄鐵管 鑄鐵管 像撐套 七鑄鐵管 把它圈起來 都會用這個做 都會用這個做 甚至呢 軸承也會用這個做 軸承也是短短的 軟軟 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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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看不到皮膚這麼粗 軸承 但是因為重力的關係 呃 重的東西會往下 對不對 呃 所以它就會變成 下面會比較厚一點點 這樣旋轉 下面厚一點 不行 你去看你的家洗機的脫水機 是不是衣服會比較在下衣 雖然會貼在牆壁 但是會在中下 所以它會成一個高路線的形狀 好吧 重力的關係 重力卻很難 知道 那就夠 它也是做空性的 垂直式的 好 講完第一個 真理性駐造 真正的空性 真正的空性 好 第二種叫半理性駐造 半理性駐造 為什麼叫做半 把這個半清起來 為什麼 因為 真理性駐造 是空性的 半理性駐造 就是死性的 哎 半心的 半 把他拉 哎 柱劍 大哥 都是死性的 哎 像他做出來 大概是死性的 像這種東西 常見 最有名的 就是你們去坐火車 坐火車 鐵軌上 是你們那個輪骨嗎 火車的輪子 就是用這種做的 火車的輪子 是死性的 好 那這一頭做的 來 這就是半理性駐造 好 從上面交下來 然後它會旋轉 有沒有 駐骨到這個頭裡面 所以打開的是死性的 這裡把它畫起來 紅色的地方就是不要畫 形狀配稱 大襲 帶雲 後面一單劍 過一次走向 海列多間結棒 你看 火車鐵直跟 就是我說的 火車的輪子 圈起來 死輪 大襲始人駐劍 圈起來 啊 這些都是死性的 不像剛才真靈心塑造法都是中心的 管狀背的中空的對稱 對不對 半靈心是實心的 OK 好 這是第二種 第三種叫做靈心式塑造法 靈心式塑造法 完全起來 剛才你看考題怎麼說 來給你看一下考題怎麼說 你也要知道考題怎麼呢 考題叫做靈心加壓塑造法 這是第一種說法 所以自己寫喔 靈心加壓塑造法 現在寫 他在講的就是靈心加壓塑造法 這是第三種 他的特點 就是他有多種磨協 請把鍋的磨協先起來 而且會呈現浮色狀原油 浮色狀原油 就像一個大圓桌 大家在吃菜 對不對 裝這個大圓盤 然後捏著菜 你看 是這種大圓桌 對高菜的都不一樣 你看高菜那一個 這是像那個巧克力塔有沒有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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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這不一樣喔 這一個就是像吃的台菜 大圓桌 包圈 膠石下去 每一道菜在旁邊 轉這個 逆才 退彩 香港 來 這裏是靠黎晰晰天哪個佛學 比起這裏來不限於鑄造對稱的一件 不限於就叫做不一定現在寫 也就是說他的鑄劍不一定對稱現在寫 換句話說講反應就是不一定對稱 也不一定空心 也不一定空心老實說 也不一定空心自己寫 有些課本講的很簡單 但是考試不同的版本來試試看 我覺得重要的馬上要你寫 你趕快寫不一定對稱 或者是不一定空心 這樣好不好 最後 像你看這一個可以擺一萬五十個小速度 一般不適合大量生產做小的東西 像有些人的牙醫師等的牙套 有沒有看過人嘴巴亮出來 上面那個金牙套 玻璃牙套 有沒有那些東西都大概用這個做小 氣致大量生產 就會用這個做小 好不好 甲羊的這個金像套 ok 那這樣我就把這個靈心鑄造 全部講完了 靈心鑄造 所以 要用這個靈心鑄造 你看這題 光這一題 諮詢含量就很大 好不好 喔 啊 他要什麼 心情 心情已經講過 心情就是動 馬克服給你看一下 嗯 給你看一下 我知道他看哦 心情 就是燒心啊 心形 心臟的心 形狀的心 這個東西就是心形 這個順便講一次 鑄魔三道間 科本第幾頁 七十二頁 溫固之心 像關都七十二頁 畫起來最重要的才知道 魔形 魔殺殺心 是鑄魔的三要件 剛才那一題在說的 殺心就是這個東西 心形 來 殺心又叫心形 又叫內魔 現在是自己寫 如果你不知道 現在寫專門做 鑄劍內 需要中風的路根 這個都長跑 長跑都想到 上面有中風 給你看一下 這個綠色的東西就是殺心 你看 像在西洋氣質 西洋氣質中間中風的 我會抱一個心形 這樣交錯出來就是空氣的 等等等 這樣OK 這裡有分 大概就是這樣 好 我們直接看下一題 一九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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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有關 金屬焦柱的敘述 何者不正確 金屬焦柱的敘述 何者不正確 不正確 你看看 金屬容易的溫度 都可以用火外線溫度 即測定 是的 你們有沒有看過這種 紅外線測溫槍 避一下它嗎 紅外線的偶文槍 也類似這種 概念 你那個偶文槍 啊 現在 COVID-19很嚴重 那種不同處 放一個紅外線 對不對 照一下就知道 人體有多少 這種就是紅外線溫度計 尤其是不想跟 有所接觸的時候 你會用這種 那你像這種金屬 容易燙不燙 燙 不可能 拿一般的溫度計下去 不可能 你要不然就是用熱烈烈 溫度計 要不然就是用紅外線溫度計 這樣遠遠的距離去測量 這個金屬物力的溫度 這樣知道嗎 所以A是認罪的 好 等一下 給你看看COVID-19的重點再次 交測速度太快 會過外線溫度 對啊 我好不容易做到一線溫度 你如果交測的金屬物力太快 衝力太大 你就會把線溫度壞掉 是的 B 是對的 交測速度太慢了 會造成金屬液治療 治療就是平治 無法充滿摩訊 是的 C也是對的 很合理啊 你的金屬液 為什麼會是不太大 有可能是溫度已經快冷卻了 對不對 就像巧克力 巧克力加熱 是對的 不像立體一樣 但是如果這個巧克力 一般冷卻 五千里油的特別慢 特別慢 有沒有吃過巧克力褲褲 有沒有 巧克力褲褲就是 熱巧克力加熱 然後增加褲褲一樣 然後下面各種水果 也要先插著 這樣淋淋的巧克力 啪 這樣吃 那個就是融化的巧克力 金屬融化出 融化出 融化就是這樣 那種感覺 你這個放水果 國外製造的自然 沾 沾底巧克力 是不是還熱熱燙燙 下來會放到冰水裡 他旁邊會有冰水裡 裡面有冰塊 然後靜一下 巧克力就有融化了 然後就這樣吃 你看裡面是怎麼走 我們花糖 然後想要來 外外就是怎麼走 水果啊 草莓啊 這種 好 諸以後的弓箭 你叫佛惡弓箭 應該是 像低溫度來的 叫佛惡弓箭 叫佛惡弓箭 因為高的溫度 就像熱炒的 你應該比較的 流動速度快 比較可以充滿 尤其是老的東西 因為你螺旋也像越不老 這樣知道嗎 你這個 是流才會發生 是就是零 是人事 好不好 所以這裡來選出 我把課本的相關重點 再給你看一次 壓住你的意向 這個都是考慮的 很好吃 我們認為相當重要的 浮起起來也是相當白 好來 我們給你看一下可文 各位同學一起搬 搬到130頁 這邊就是在講很多金屬 容易的一些特性 我給你一下 從頭腦上快速的掃 來增加給你一下 流動性就是指我金屬充滿 填滿國學的 齁 來 這樣子 流動性先圈起來 填滿國學 先圈起來 容易填滿 我就說你的流動性加 不容易填滿 不容易填滿 齁 還要想再把更醜 花泡來填滿 這就是流動性主家 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到人家做那種 照顧 雞蛋糕 它不是會調好的麵糊嗎 對不對 麵糊膠下去 可能很快就流 比較稀啊 有時候腳麵糊比較濃稠 有沒有 你們吃雞蛋糕 喜歡吃稀一點 吃濃稠一點 濃稠一點 你要吃真材實料 有的稀的可能是加糖或水 拆了啊 也不知道 或許你加糖或牛奶 對不對 各位不知道 這裡有沒有加糖在賣雞蛋糕 沒有 好 再來 融融金屬特性 一個是黏性 這裡重點是 降低溫度 黏性增加 流動性下降 它起來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你就想想那個熱巧克力 巧克力 就是這個概念 當你熱度下降 這個巧克力瀑布 就不定主題了 對不對 是 我們就在旁邊寫一下 巧克力瀑布 想一下就成了出來 再來 表面張力 融融金屬也有表面張力 你們知道表面張力是什麼 你們看過水泥 水泥 水泥 水泥是不可以在水泥上走 吃它 那就是靠兩面張力 兩面張力 如果越大 流動性越 越差 表示它會有個張力在那邊 正把它畫起來 表面張力 流動性成反應 就是一個越好 一個越差 所以我不會希望 這個融融金屬的特性 表面張力很大 哦 這樣流動性很差 你知道嗎 而且 容易形成兩化母 有時候融化的 比如說 這個融化的金屬 它的上面會 形成一個母 你們去吃豆漿 有沒有吃上面一層的母 你們有吃過 熱豆漿 它們上面會一層母 熱豆奶 上面會一層母 就是他們的感覺 那個是蛋白癡 在基礎中 沒有起誰 這兩化母 教宗的社會 很難弄得 哦 或者是雜質 那會增加 我們知道嗎 雜動 就是雜質 雜質越多 流動性會越差 鑄造參數 我們可以看一下 啊 有這個 鑄羅社 設計 啊 它一張設計 也會影響流動性 再來 觸摩材質 兩面狀況 是的 這比較重要的 就是 出造 它的流動性 跟 表面出造 合成 相比 當你的 那個 觸摩材質 越出造 你覺得 容不容易流動到 每一個地方 不會 對不對 相對的 摩材質 就越 大 哦 所以 這個也會有關係 哦 哦 好 再來 過熱度 過熱度越大 有東西越大 過熱度的定義 是這樣 融合金屬的溫度 你那時候 融化的溫度 跟融點的差 如果越大 過熱度 就會越大 哦 比如說這個 金屬 鋁的金屬 大概是五六百度 如果你那時候 融化的溫度 是八百溫度 過熱度 就很大 遠超 於 它的融化溫度 它的流動性 就高 對不對 巧克力的 融化溫度 可能 我猜 六十度 哦 你結果一個熱炒 100度 我跟你說 流動性 就很大 然後流動性 就很大 再來 這個樣的話 紅色的地方都是重點 哦 再來 膠素溫度 膠溫度 也是會跟那個有關係 啊 這裡紅線 紅色的把它打起來 膠素石溫度過高 鐵液的氣體 吸收 收縮縮居電 造成縮孔 來縮孔圈 先來 嗯 進而造成縮縮 收縮過大的威力 容易造成 鑄膜溶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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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鑄起來 所以 膠素的溫度要適當 尤其是鐵金屬 所以很多人以為 那溫度盡量的地方 只是 有一個適當的量 有一個經驗值 哦 當然你也不可以過低 剛才說過溫度過低 會怎麼樣 溫度過低 流動性就不足 造成縮流 對不對 這個就是考試 就在考這個 流動性 哦 好 一般來說 溶解溫度 大 你叫做溫度 大於金屬溶點 那你這個畫出來 你溶一個溶解 溫度一定要稍微高一點 然後你拿出焦座的時候 溫度會再加強一點點 對不對 然後金屬溶點就開始凌固了 到達溶點就開始凌固了 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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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儒化 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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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蘭 臉 zaten 就算了一句話